第一是我不在一夜站的人 就算我當作是 我想不會跟大家說 我今天又有了 所以我基本上拍拖 其實是很認真的 娛樂hashtag今天Angela 請來的就有崔碧家Anita Hello 你好 天堂地凍 我們喝點酒Sake 暖暖身 乾杯 好喝 可以入口 其實我們不能去日本 這樣也挺日本的 很有風情 但如果不接受疫情的話 Anita應該不會在香港 因為你已經去到外地發展 在L.A. 英國 應該不會在香港見到你 其實不是的 可能有些人會以為你去哪裡 其實是視乎電影在哪裡拍攝 所以這完全不關歐洲還是美國 剛好那部電影要在那裡拍攝才會在那裡 因為我看你之前 例如3月5月 那段期間你特地去L.A. 回來很辛苦地拍攝 然後自己就要收拾14天 回來 我以為你已經長期在外地 其實不是因為我家人在香港 但那時候因為有一部動作電影 所以就做了兩個月前 去美國就要做一些行動訓練 然後突然之後美國就鎖掉 即甚麼都不開 那電影就越延遲 不如回來香港 你在那裡等也沒用 剛剛美國就鎖掉 你這部新電影就叫做鎖掉 我是不是特意的 不是 因為這是一部英國電影 所以完全是兩件事 現在經常都用這個字來講 其實你在裡面做甚麼角色 我裡面做的角色很奇怪 我回來香港之後 回來香港看到英國導演 他們在香港 去那個劇本的時候 完全那個情節跟我的人生一樣 首先我是做一個演員的 然後我做一個香港演員 然後早前就去了美國那裡拍戲 但是因為遇到鎖掉 這部電影叫做鎖掉 其實他們想吃正現在的環境 去講這件事 遇到鎖掉 在美國當然是回來香港 甚麼都停了 在香港有些事情拍 但是香港人有些hater 可能覺得 你怎麼說 美國現在爆發得很厲害 你將一些virus帶來香港 所以他就要一些hater來殺你 所以是有些吻合 除了殺那部電影之外 即是吹碧家是自傳 所以我又說 這樣差不多 好吃的 試一下 好 進來時間 hashtag一下吹碧家 看看找到甚麼 其實你平時有沒有上網查一下自己 其實有甚麼人說你 或者最多人討論你是甚麼 我會上網搜尋自己 在google 但是我不是去看別人說我甚麼 我從來不看評論 更加不會這樣去forum 我覺得這是自殺式襲擊 我記得我剛出道2014年 拍完我的第一部電影 白紅花 當時有個匿名叫小葉子眉 我當時覺得這個名字是很正確的 因為我覺得是美女 我又覺得白紅花 人家真的有拍過 但我真的演她的角色 我覺得這樣很棒 當時是新人 我自殺式地走進這個論壇區 就說看看人家說甚麼 你會以為人家會稱讚你 不知道為甚麼 因為當時剛才演我回來 你真的會覺得人家會稱讚你 你這個樣子 我看見全部都是一兩醉噴 但噴到你明明是不認識你 噴到好像認識你 好像他連你穿甚麼外褲都會知道 我看完之後你很不開心 我記得怎樣 失眠了幾天 然後那時我跟朋友說 我記得他開了很多匿名帳號 攻擊對方 然後幫我出氣 經歷過這件事後 我已經覺得其實不需要這樣做 現在就少看了 但我們也試試試試試看 看看有甚麼搜尋你是最多的 好 Hashtag最迫格 OK 我們看到都是IG 阿J你遲到老粒 我發覺也不錯 其實原來第一個會搜尋的就是IG 即是很多人都關注你IG 我看到這裡有食物 我們不如叫他進來 好啊 好啊 你的樣子很渴望 Focus不到你剛才說甚麼 謝謝 Thank you 嘩 我聞到這股味應該是豬 很吸引 放在IG 搞定整件事 你確不覺得 其實你的IG也有很多followers 多謝港大市民的支持 哈哈哈哈 我想問一下你自己在IG為甚麼會有這麼多人follow 是因為你post一些東西 frequency 很根深的 還是因為你的天賦的武器 令到大家很吸引 我覺得 等等想想一下 我留意到你起飯來不要等我 我想嫁給你 但現在好像不是太好 嫁給你 我覺得是由我2014年出道的時候 我剛好第一部電影是勒景霸王花 因為是動作電影 當時要粗體能 所以每天行山 我在2014年才行山 行山少不免穿少了 我不會了 我想我穿多少都穿那麼多 其實很正常的 你穿Sport Bra 我想說 我從2014年開始行山 我覺得沒有氣勢 我覺得是關於Mentality 因為我發覺很喜歡看別人行山 做運動那些 不覺得 其實真的 因為有感染力 我有時發布完後有感染力 即使你很開心 你散出去 看完之後會覺得 我也想行山 但以我錄完你的IG 我最記得是你紅色的泳衣 紅色的泳衣嗎 是不是連身的泳衣 對 這是人人說的 其實我發覺多些布是性感 比少些布 你沒有發現連身泳衣的威力 比三角形更大 誰知什麼叫爆炸 那一刻是爆炸出來的